大陆国台办周三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安丰山表示 由于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停摆 海协会委托的是台湾海峡两岸交流服务中心 向李静瑜通报情况并转交李明哲的亲笔性 安丰山重申 李明哲是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接受依法调查之外 如果蓄意制造事端意图干扰依法办案 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损害当事人的权益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下午也发声明回应国台办 从头到尾只要求家属人到探视 你们抓人制造事端又神秘搞失踪 还高调恐吓不准被害人喊冤 请问当事人权益难道是依其妻在外面的表现来量刑吗 我的坚持与你们的恐吓 只是刚好凸显出贵政府办案的无法无天 李静瑜认为国台办12号的记者会等于承认 李静瑜是中国大陆合法的买办 招点名的李静瑜接受访问时表示 我决定退出是因为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 因为他这段时间也许承受了很多压力 希望他未来能够走得更好 更顺利 李静瑜的声明几乎是以逐字方式列出和李静瑜对话 李静瑜告诉李静瑜 其实准确讲这一次国安单位有点走样 其实你知道有些单位有业绩压力 因为社会团体法 他们需要业绩找错人找错人 这不是个好案子 我比较担心的是暴冲 我今天讲的是本案是因为广东国防部门暴冲 所以在本案走就是以往国安局与国台办的矛盾 李静瑜认为如今国台办证实李静瑜是海协会正事的受托人 那么海协会就是认为他们抓错人怕北京知道 赶快派李静瑜为事 这就是他台包证被注销的原因 李静瑜最后总结 本案根本是广东地方情报单位为了业绩创造的案子 他呼吁广东尽快释放李明哲 五千连玷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国的形象 李静瑜接受访问时认为 当时与李静瑜见面看到手机放在桌上 一直到四月十号才觉得是在录影 你可以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吗 觉得他很悲伤 他看完信以后他在流泪就这样子 那他相不相信那是李明哲的亲笔信 他没有他当时一点都没有否认 我只是觉得说他应该很爱他的丈夫 然后希望尽快帮他丈夫解决问题尽快回家 李明哲被失踪25天 蔡英文终于打破沉默 首次在民进党中谈会表示 政府协同家属全力营救李明哲 他相信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 以及维护国人的人身安全以及权益 我们会尽力让李明哲能早日平安回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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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视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视台字幕后 区族 各位